我觉得可能分不同的人生阶段吧 如果你是学生这个阶段 还是你是已经工作了三五年的阶段 还是说你其实是工作 至少五年以上比较有经验的人 我觉得这三个阶段 可能会给的建议不太一样 那我最常接触到的是大学生 大学生通常最热血嘛 可能有一个很强的动机 然后就想去做这件事情 就会问我说 我是不是要辍学 我现在就做这样子 那我觉得如果是 以学生那个阶段来讲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件事情是 有三个东西是在学生阶段 很容易不知道 但是你要做这样的组织 或是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很需要的 第一个是做事情的章法 我觉得做事情是有章法的 不然不会有人去设计这么多的SOP 怎么样是让它是有效率的 事情有分轻重缓急 然后你的时间 要先做最大最重要的事情 再做最小的事情 而不是冰来降挡水来吐烟 那个的话你会 事情会做不完 所以做事的章法我觉得是一个 第二个是人情世故 我觉得大部分的学生 其实是并不需要真的去做到 在职场上我们会说向上管理 就是你要管理你的老板 你要管理你的评级 就是你的评级 有时候有些事情跟你会互相牵动 但是你要去影响它 你有时候要管理你的下属 甚至你要管理的是一个外部的单位 这个人情世故的基本了解 我觉得这个是学生很缺乏的 那我会非常的鼓励学生 就算不去工作 至少要尽量的实习或是说做比较多的 跟外界的这种大型的活动 去了解这种人情世故的应对 怎么样是比较有效果的 那我觉得第三个事情是要去找到一套方法 知道自己那个理念跟 你在坚持的那件事情是什么 我经常称这个东西叫美感 或是灵魂 就是你知道那是你的soul 你现在是为了那件事情在做这件事的 但你要找到一套方法去厘清自己的那个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最后其实是会觉得 我举例来讲好 比如说在做双向 我遇到我们商学院教授会问我的 不管是MIT还是在台湾的 都是会问说 创业就是要快速的成长 就是要大 你搞这个小小的 也没看你要扩张 也没听你说要募资 你到底在干嘛 其实你就要回头去想 你现在到底想实现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准备好要做这个skill out 这个skill out是不是只是普世价值作要的 跟你不是用 你真的要做的是启发学生 真的发挥他潜力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那个跟传统的business可能不一样 那你要知道 找到自己核心的理念 你就不会因为有些人说 市场上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找到一套 能够抓准你自己心中的核心灵魂 你到底在做的是什么 你做的事情应该是顺着那套灵魂 顺着那套原则 顺着那套美感去做的 那个才是我觉得是最核心的 那我觉得第三个事情是属于不管你是学生 还是你是工作三五年的五年以上的 大家都要的 那如果我们说第二个族群是已经工作三五年的 这个族群要想清楚的事情是 你三五年咯 所以你可能有男女朋友的话 你可能要结婚咯 你可能会要准备买房或生小孩了 你的经济压力跟你原本是学生状态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要想清楚说 你的这个财务规划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要踏入这个领域 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永续的金流 即使是募款 募款是一次性的 但是募款也有可能用一些方式 让它是永续性的 那怎么去做好金流的打造 这个我觉得还是 这个族群还蛮需要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是五年以上的族群的话呢 你会需要跟很多 经验比你小很多的人 或是说经验比你小很多的人合作 怎么样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是 他同时觉得被你尊重 然后也被你重视 而不只是被你当成大属来指挥 那个我觉得是 比较多经验的人 他们会需要去想的议题 所以我觉得在这三个族群里面 要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都 任何时间点都可以 没有说一定要是 很成熟的才能做 但是如果你是年纪拼一点的 刚要毕业的人的话 怎么学会做事 可能是更重要的 所以大家感觉不出负面 你们的学生 不正常不是 可以帮助你 比如说 我是在这一些 很多次负面 我有一个我 这一点 就能做到 那么 这个